一个信仰之月 为她涨粉三百万 曾因长相被潮素颜丑暴 去凭实力成为全韩国粉丝数最多的女人 Lisa之所以能成为YG创办25年来第一位外景艺人 是因为她背后付出了你想象不到的艰辛 1997年 Lisa出生于泰国五里南府 继父是瑞士人 在曼谷米其林餐厅做主厨 隶属泰国厨师贤惠 是在国境上都排得上号的大厨 母亲是曼谷明门家族的女儿 身在泰国前20%的上层家庭 Lisa从小上的国境学校 光是学费就要几十万 但可怕的不是富二代 而是富二代比女更努力 因为向往韩国音乐 Lisa从小便开始进行严苛的舞蹈训练 十岁左右的年纪并与前高的三文成员BenBen NCT的成员Ten一同入选专业舞蹈练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 十四岁的Lisa终于等到了通往韩国的机会 那一年YJ来到泰国选拔灵骑生 Lisa打败了四千人 拿到了全场唯一一张YJ入场券 可即便她天赋一饼 在灵骑生时期 她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那时的Lisa唯一会的一句韩语是你好 就别提与人日常对话了 在恋情出现的时候 基本没有人和她讲话 每天的训练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到夜明十二点 为了排遣孤独 Lisa成长会一个人练习到凌晨两三点再走 好在她后来遇上了Blankpink的其他成员 Lisa终于有了玩伴 韩语也是进步神速 他们出道十三天就拿到了打歌舞台一位 出道半年狂拦五项新人奖 然而组合的头飞却并没有为Lisa带来公司忠实 连代言都是给她接的三流品牌 甚至还为她接了一个让她遭受韩国国民网报的综艺 Lisa被世界称为人间芭比 但在韩国人眼中 她却只是一个东南亚丑女 2018年 YG为Lisa安排了一党军旅综艺 节目中 Lisa要体验多项困难的军队训练 身为主舞的她 还因此遭受可能会影响职业生涯的脚伤 除此之外 节目还强制要求素颜 Lisa装前装后的差异受到了无数人的吐槽 加上她身为外籍艺人 参加韩国本土的爱国情怀节目 本身就十分有争议 因此 Lisa此行并没有吸到粉 反而让她陷入全网黑的漩涡 Lisa被不少韩国喷子 与东南亚丑女之名进行辱骂 甚至一度闹到了泰国 被电视台进行跟踪报道 但与此同时 Lisa也受到了不少圈中人的声援 王家尔就曾专门为Lisa拍了一顿视频鼓励她 在这场风波针中 Lisa无疑是受伤嘴深的难味 但她从未出面辩解过什么 而是在悄悄地努力过后惊艳所有人 舞台上的直拍视频 一经发布就经历了全球 当天Lisa慌狂涨粉300万 视频转发超数万条 其中她潇洒又性感的跳跃动作 被粉丝评为信仰之月 这一月不仅而Lisa 逃脱出网报的泥潭 还让她登上了事业的巅峰 22岁就被青尼二起来担任导师 更知道她点评的选手 大部分比她还要大 但在Lisa过人的业务能力面前 他们只能综合热的粉丝 正所谓树大招风 Lisa的成功也为她 招来了不少人的妒忌 甚至有人向她发出了死亡威胁 去年4月 Lisa遭遇了来自黑粉的死亡威胁 她将Lisa的照片 拼在了墓地上 声称已经买好了枪 一旦BlackPink宣告回归 他们就会把Lisa杀掉 这已经不是Lisa第一次 赃收死亡威胁 早在2018年 就有一名来自印尼的Rapper 对Lisa进行了语言攻击 还扬言她会买到VIP门票 去近距离接触Lisa 可能很多人觉得 真是危言耸听 但游泳圈历史上 确实有这样狂热粉丝 害人的心理 2016年 美国好声音出身的歌手 克里斯蒂娜 就在粉丝见面会上 被粉丝连开三枪 击中头部身亡 面对外界接连的威胁 Lisa要说不慌 是不可能的 能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最大的威胁 竟然在她身边 去年6月 还没帮助Lisa遭遇经纪人 诈骗580万人民币 据悉 这位经纪人 从Lisa还是练习生时期 就与她熟识 出道后更是被粉丝 称为对Lisa最亲近的工作人员 谁都没想到 她会为了还赌博线下的债 用帮助Lisa购买房产的理由 对她进行诈骗 不过宁极就请 Lisa并没有对她 进行严格的法律追究 而是表明将情还完就行 Lisa的善良 让不少人直呼美女好惨 的确 韩国艺人的薪资并不高 尤其是在英雄的阴南下 近两年的演唱会都十分难办 580万 究竟是她赚多久的血汗钱 我们不得而知 但可以看出的是 她一直在为事业努力 今年9月 她发行的首张 Zolo专辑 Lisa只有两天 播放就达到了一亿 直接刷新了鸟书的 Jetman 森天破印的记录 成为新一代锦尼斯世界 记录掌门人 但与成绩一同到来的是 新冠病毒的无孔不入 前不久 Lisa就因为 线下活动 接触到的流动人员过多 而患上了新冠 只能被迫终止活动 接受治疗 不得不感慨一句 殷勤活了多少人的真心梦 希望美女能安心治疗 早日康复吧